大家好 最近港台海外民运等都密切的炒作一个消息 就是金正恩病危了 消息的来源是CNN 通过过去的一系列的事件 我们能够看出CNN这个国际大媒体 并没有多少的公信力 他的消息半战半战 那么朝鲜的相关部门也回答了这个事情 说完全不存在 当然作为北朝鲜官方来讲 金正恩哪怕病危或者没病危 他都不会承认的 所以双方的表态都没有必要太过相信 从我个人的分析 我觉得金正恩的身体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一个是越来越胖了 再一个通过过去的一些视频 他走路腿脚有点不利索 甚至有的时候还要煮一个棍 那说明他身体肯定有一些问题 尤其是心脏的方面 我觉得可能是他在做一些手术 但是倒霉到病危的程度 那就不好讲了 那么我们预设一个极端的状况 假设他真的病危了 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首先第一个 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你屁股金正恩接他爸爸的班 对吧 枪毙了他姑父 枪毙了那个福灵的那几个大臣吧 但是这种影响都是在朝鲜半岛内部的 你除了朝鲜半岛对中国东北 对韩国 甚至对美国你说有多大的影响吗 没有 新闻效果很足 但是新闻效果都在朝鲜的内部 对外部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第二个吧 那么也是接善一个 金正恩相继把福灵寺大臣 就等于把军队的很多山头 包括他政界的很多山头 都清洗掉了 那在金正恩周边 有一个比较强大的文官和军官的系统 他和金正恩的价值取向 基本是差不多的 否则的话 也不会进入这个核心团队的 所以如果金正恩真的出一些问题的话 后续的执政者在政策上 和金正恩是差不多的 至少在短时间内和金正恩 是区别不大的 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变化 但我们回头来说 那怕是金正恩继续执政 谁又敢说 他又不会产生一些变化呢 变化肯定是有的 至于他的儿子呀 接班也就不现实 他弟弟也不现实 因为对他弟弟毫无旋转 从金正恩接班之后 他在北朝鲜的那个弟弟 几乎在街市都不露面的 他也不可能突然接班的 大家没有准备啊 他的妹妹呢露了一些面 露面的程度不多 但是一个是他妹妹的资历啊 但加上毕竟是个女性呢 也是不是很现实的 其实又涉及到第三个了 金正恩的父亲啊 去世的其实是比较突然的 那金正恩的话 他的身体如果恶化的话 一定是有个过程 对吧 就像前面说的啊 他在包括之前和川普见面 的视频当中 对吧 他行动啊 甚至更早行动都不方便啊 再加上之前上白头山 下山的时候 不起马的时候 拿个棍等等 他的身体恶化 是有一个过程的啊 这就给他充足的时间 为他 对吧 假如出现一些问题啊 或者并未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 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动荡的 关于朝鲜的现状吧 简单说两句吧 因为啊 不管是金正恩也好 北朝鲜也好 往往成为讽刺中国 讽刺中共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素材啊 老称大陆是西朝鲜 对吧 老觉得他们一样 其实本子不一样的啊 呃 不一样的第一点吧 就是朝鲜不是中国的小弟啊 朝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权 不要觉得 他是中国的小弟 中国对朝鲜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但是这个影响不代表 朝鲜对你言听计从 他有他自己的自主性的啊 第二个啊 朝鲜今天的现状 我去年秋天的时候 录过一个视频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朝鲜半岛的地缘环境 呃 还是取决于朝鲜本身 但实时上是取决于外界 中美和日尤其是中美之间 那么能够达成一个破局 这个动态的平衡能够打破 才能改变朝鲜的现状 如果这个平衡不改变的话 朝鲜的现状是改变不了的 呃 朝鲜的现状是大国平衡的一个产物 他自己其实是决定不了他自己的 呃 那么这个平衡呢 其实是逐渐在打破的 对吧 包括从川普贸易战以来啊 中美之间的这个角力 本身呢 就是在打破平衡 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啊 嗯 而且我觉得韩国吧 也在打破这个平衡 因为韩国啊 毕竟和朝鲜之间吧 同门同种啊 离得又这么近了 受朝鲜的波动影响是非常大的 不久前朝鲜的选举结束 对吧 这个议会选举啊 文在寅所在的党前所未有的大胜 这在韩国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呃 文在寅的政治主张吧 对吧 首先是有有朝的啊 对中国也是友好的 当然很多人说他反美 其实他是不反美的 但是对吧 他要摆脱美国对韩国过多的控制啊 呃 这和反美是有很大的差别 他是不反美的 甚至也是亲美的啊 只觉得美国对他控制太多了 要摆脱其中的一些的控制等等吧 那么不管怎么讲吧 文在寅所在的党实现了韩国历史上 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大胜啊 呃 议会和总统 都是一伙的 都是一个党的啊 而且议会有点像现在的 台湾啊 已经是大比例的了 什么议案都能通过 你搞什么政策 议会都会过的 因为你人数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了 那么之前金永三有过一次啊 但是没有这次文在寅 这次比例这么大 所以啊 韩国这次选举的结果 我觉得就是对朝鲜半岛 有一点春江水暖压先知的味道 当然他不完全是因为朝鲜 但肯定和朝鲜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吧 尤其是文在寅过去的主张 那么文在寅在下半个任期当中 肯定会更加放心大胆的进行 他南北友好 甚至南北和解的政策的推进的 再啰嗦一点韩国吧 那么以前啊 韩国虽然也一直在民族情感上 在历史上没有放弃北朝鲜 但事实上 他是和北朝鲜始终保持着距离啊 口上说的和身体实际做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时候啊 跟着美国混 那韩国的经济会有一个很快速的发展 会有一个很快速的成长期的 但现在的话这个快速的发展和成长几乎要结束了 甚至说已经结束了啊 川普呢还要向韩国勒索很多的军费啊 韩国也面临着很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啊 那这个时候呢 继续跟着西方混的话 未必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啊 所以和北边友好 很容易打开这个局面 当然和北边友好的前提还要和中国友好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吧 对吧 我们以前老讲这个中日韩自贸区啊 但是中日韩自贸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在北朝鲜 北朝鲜是一个很重要的阻碍啊 如果北朝鲜这里通了的话 中日韩自贸区才是真的通了 才是盘活了整个东北亚的啊 所以文在寅啊和北朝鲜 包括和中国吧 还是有他很大的考量的啊 对于整个韩国的经济来说 也从增量阶段走入了存量阶段 但是现在韩国其实很多产业省级啊 还有很多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等啊 还是需要增量的 这个增量的话 在欧美那里已经拿不到了 就要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对朝鲜来说吧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开发的话 对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帮助的 但是还是大国平衡嘛 对中国来说 东北亚来说 尤其是东北来说啊 关于东北的经济 以前说了很多呀 比如地缘 以前我们就是类似一个大号的香港啊 出口的市场啊 还有技术资金的来源啊 都是苏联啊 苏联逐渐的衰落 甚至解体对东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 第二个吧 就是我们的税收方式啊 收的是生产税 不是消费税啊 等等 还有其他的原因啊 这里不详细的解释了 但是啊 现在东北这一系列的困境当中 唯一的一个破局的方法啊 就是中日韩自贸区 然后朝鲜开放 对吧 整个东北啊 盘火打通 才会给东北注入新鲜的血液 这不仅仅是对中国的东北 对北朝鲜 对韩国 甚至对日本 因为日本的经济压力啊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一步啊 应该是一个多盈的局面啊 不管日韩吧 我觉得中国也好啊 都是非常乐意见到这一点的 北朝鲜是不是特别乐意见到呢 我不好做过多的评论 但我觉得金正是有开放之心的 尤其是他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 做了很多的动作 其实是想要开放的啊 这个开放可能是逐步的 并不是这样彻底的啊 譬如这个罗线经济区啊 当然罗线经济区是他爹的时候搞的 那么也包括主动和美国的几次示好啊 其实金正也迈出了主动的一步 包括和川普在越南啊 金正还是非常主动的 只是川普最后啊 太不给人面了 本身谈好的事情 突然拿个协议 我又加几条 对吧 你这让别人怎么受得了啊 这个受不了的背后啊 就是什么呀 你加了几条我答应了 那你再拿出一张纸的 我又加几条 你没完没了 这就没法谈的 但总之 金正也是有一个开放之心的 但是他的开放是有底线的 比如核设施 我能拆一些 但是你不能让我拆光 我一定要有一两处核设施 能够自保 你让我全拆是不行的 但是时刻你让我拆八个 留两个吧 是可以的 其实他也拆了一些 对吧 也想象川普的号召也拆了一些 那后来川普撕了协议的时候 对吧 朝鲜放了一些狠话 又要圣诞送到圣诞礼物等等 但是最终啊 也有些软化 就是说什么 我拆了那些 我就不回复了 但是没拆这些 我是会坚决 不会继续拆的 哪怕你让我拆 我也不可能拆的 这是底线 所以金正恩吧 是有开放之心的 那又同样 像前面说的 那金正恩这个团队 对吧 之前经过了那么一场兴风决雨啊 姑父呀 还有他那些大臣呢 不仅仅是枪毙了这几个扶灵的大臣 下面很多人啊 当然朝鲜的很多信息也不开放 韩国或者很多媒体报道的非常夸张 动不动就 对吧 竹连几万人 几千人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啊 因为韩国和美国很多媒体啊 对朝鲜的很多报道也非常扯淡 比如说他的姑姑 说他姑姑 有的说被囚禁恶死的啊 有的说这么着那么着的 总之他姑姑就死了 对吧 但是在几个月前啊 应该说今年春节之前 他两口子和他姑姑一起出来了 有视频 出来之后啊 他姑姑啊 和金正恩夫妻三个人 坐在最前面的 就说他姑姑啊 没有死 地位也都有 对吧 当然他姑姑可能因为杀了他姑姑吧 不太高兴 所以你看他姑姑出来那个表情 这样是的 对吧 绝这个嘴 很不高兴 但不管怎么说 西方啊 韩国很多媒体报道的也不太对 比较夸张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总的来说吧 金正恩是不是病危啊 影响不大 哪怕他接他爸爸的班 也都是在朝鲜内部这的 对整个外部环境来说影响不大 因为朝鲜目前的地位啊 是大国平衡的产物 不是朝鲜自己能决定的 那么第二个吧 对整个东北亚来说 朝鲜的逐步开放还是十分有益的 而金正恩是有一个开放之心的 只不过他要他的底线 他要求 不可能把所有的核设施拆除 十个礼拜你给我留着 这是底线啊 我觉得金正恩的团队 经过了一场兴风去雨 肯定都是和他世界观各种方面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坚定支持他这个路线的 否则你也进不了啊 所以金正恩哪怕真的病危了 也是他这个核心团队的人来执政的 有可能是一个人 有可能是个团队来执政的 对吧 那整体的思路啊 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 毕竟他不像他爷爷或者他父亲 他爷爷和父亲 都是年纪很大去世的 晚年有一些倦怠政会啊 其实我们看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王朝一样 包括一个皇帝一旦到了晚年 很多烂造的事 那新继位的啊 肯定就有一番兴风血雨啊 但他现在还是盛年的 嗯 整个团队吧 我觉得不能说年轻啊 但至少是能够保持稳定性的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一下